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集都同大家跟進少少JPASS方面的相關資訊 有兩個在澳門的香港人,警方就說這兩個是骨幹人士 來到現在,JPASS案抓18個人,一共收到2467個受害人報案,涉及金額15.22億 這兩個男人抓回香港後獲准保釋,就要在10月尾再找警方做一個報道 案件的被捕人數或金額就看到這裏 另外再同大家更新一下,在這單案件裏面一個比較知名的KOL 又是陳怡,其實昨天就已經出了一條影片 就同大家講,就說陳怡準備疑似刪除TG群好像想走佬那樣 還出了很多的文章在罵粉絲,粉絲好像被他用完即棄那樣 跟著還要出一篇文章罵香港的警方 最後他提到,連Youtube都要交給其他人幫他更新 他說自己拍了好多的影片就被人慢慢更新 其實這一點是代表什麼呢?好像真是疑似想走佬 而且他說自己去了日本,到底還有什麼新資料呢?我們一齊看看 原來他那個群已經清空了所有對話記錄了 但來到今天早上又再出多個PRO 我們看看這個PRO說什麼 這個PRO就說,你們班世紀大仆街,個個都該死了 有錢派遣會拿,有作數扯到盡 現在不看你做什麼,幫忙還日日放負 外面少少負面聲音,入到來大聲說一千次 尤其是這班司拉,還說不用借刀,太明顯 還叫不要再傳email,因為都是他看,這個群主 跟著又說那些email就是問阿姨姐拿錢 說幾個星期出不到金,就說生活不到啦 跟著他還說阿姨姐的家屋和店舖被警察搶劫一空 說個個欣賞仇報真心會有報應 那這裏說到一個點,他說他家屋都被警察入過去 即是說除了他的店舖是被警察搜查過之外 他家屋都有警察進去搜查過的 但他說搶劫一空,這裏我覺得就不會咯 那因為他拿得走的東西其實很多都是證明來的 那至於他在之前那個坡文說 就說那些警察進去他那間OTC店那裏 吃鬼了他的東西,喝了他的汽水 這裏我就真是有點懷疑的態度可不太相信咯 跟著他這個文章亦都在說緊 就說由今次的事件看到,千萬不要做好人 有起事上來那些人第一個就會找好人出氣 跟拿錢,還有踩多幾腳 那這裏這樣講咯,其實這片東西 我看回那些講話的口吻語氣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陳怡自己打的了 就不會是有個群主 那麼有空,那麼火滾,就幫人出氣打這麼大篇 不會的,打得到這樣的心情 你看回他影片講話的語氣 跟他現在這篇語氣都有八九成相似 再講咯,他說那些人拿不到錢 就不斷問他追他,又說email問他 大佬,你去介紹人去做這件事的嘛 不問你問誰啊? 那然後你又站到這麼硬 又說是JPAD的背景不夠啊 比證監會搞啊 又說到這麼厲害,知道這麼多內幕 人家擔心幾個星期出不到錢 那當然是問你之後怎麼搞,怎麼打算啊 有很多人是扔了百幾二百萬下去的 幾十萬的人都不少的,沒理由 你錢就懂賺,你去推介完之後啪啪囉的嘛 那好啦,現在啦 其實我看回他這樣是叫做先發制人的 因為按照現在的情況這樣看 可能他自己都知道了 JPAD那裏你說他要拿些錢出來 未必那麼容易的 就算現在他說有這個DAO 或者是講到下年五月份會出錢 但是未來的東西,誰都不知道的嘛 與其是這樣天天被人去問 那不如他的群組我禁你所有人的言先 然後我就罵你的粉絲,罵到你們自己走為止 那就拿回個尾彩先啦 那變成是我不同你們玩了 就不是你們在我群裡搞事 搞到內亂,搞到我的群散為止 那我這個六千多人的群 就不是一個苦主群,是我自己罵走你們 可能他想做的東西是這些 那跟著他博的又是第二樣東西是甚麼呢 但博那個DAO如果真是運行得好的 明年五月份是可以拿回錢的話 那怕他是再開個個群 他這些跟他搵食的粉絲很快會回來的 之後就在那一直吹捧他 就說姨姐威母令到他們賺錢 所以他現在這樣做是做了兩手準備咯 但你說由推群組禁言去日本刪除TG群 再加上自己的Youtube頻道 給其他人做管理做update上傳影片的話 那你看得到其實好像有一個很明顯的動作是想走路的 那當然啦這個是疑似走路啦 那因為現在網路上面是傳緊一個消息的 這個消息呢他就說了 話追劈案陳二第一個潛逃 經日本再轉機用BNO就走路去英國 那講這個消息的人就說自己笑到陸地了 那陳二撐警方撐政府撐了五年了 最後就要用港府不承認BNO來逃生 說你哪猜到劇本會是這樣的呢 那如果他是用BNO來走路的話 那他都真是幾諷刺了整件事 那另外看到個Po 那這個Po應該就是他那些苦主來的啦 那就是陳二口口聲聲罵的那班司拉 那這個Po就說到了 說現在出不到金以後拿不到 有入的人大家不是都變了苦主嗎 為什麼拿不回錢 在群中說出來就是打手呢 他說好像他自己那樣 全部錢和家人朋友錢都入了 一分都沒拿過 家人就因為這樣中風入院 而他自己患了抑鬱要吃精神科的藥物 才可以控制到情緒 那跟著說到自己破產跳樓都搞不定 他說出來是不是都會被人罵 被人當成打手或者抹黑呢 他說不排除很多人都是打手啦 但是每個人背後都有不同的狀況的嘛 很多人也都是真金白人投資 過百過千萬進去JPAS的 他說人生所有希望都在平台啦 他說有沒有想過他們這些真是 那麼慘的人說出來 被人說是打手 有些什麼感受呢 他說自己沒有惡意啦 他說自己很信任平台 他最後那句就是不想被人說是打手 他說這樣說出來啦 其實這一個應該是大部分虎主啦 陳二個群的虎主 在心裏都很想說的事來的 一開始 你說頭兩三天還可以猛撐你的 一天拿不到 兩天拿不到 一個星期拿不到 兩個星期拿不到 然後你去軌了日本 然後失聯啦 拆了群啦 你說那些虎主的心裏怎樣呢 其實現在你是不會知道他有沒有走路的 不過啦 如果十月份沒有去警方報道的話 基本上找不回他的人的啦 下次可能你要再見到他真是出來的話 可能就要等到出你的五月份 看下JPAS這個平台 會不會真是出到錢被人去拿啦 如果都出不到的話 陳二應該很大機會又消失 最多就是YOUTUBE那個頻道 就繼續有片給你更新給你看啦 但是就不給你留言 而他就在YOUTUBE那裏賺回多少流量費用咯 但是啦 好像這一類這樣的案件的話 如果你是犯罪嫌疑很重的話 或者參與程度很高的話 是會引導到你回來的 即是說他去日本再轉機 用BNO再去英國 去到英國之後 他都是不安全的 應該還要再走多幾轉地方 走到沒人找到他 那個地方是沒得引導 這樣才叫安全的 但是可以給他去到的地方 還有哪裏呢 還有幾多呢 好啦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